并非本席只关心这个点 因为目前审定的都市计划的那部分 你们没有要全区听证涵盖的内容 这个案件就是彻底违法荒谬的部分 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2013年7月 你们第一次公展时候的计划图 圆圈的部分就是福海宫 当时福海宫有一个计划在那里 这是第一次的公展 可是2014年第二次再公展的时候 福海宫这个范围就被剔除在桃源航空城之外了 这个时候只相距半年 2014年2月 问题出来了 当这些土地不见的时候 影响到的就是我说的违法事项 大家看一下下一页 这个部分是原来第一次计划的时候 虚线的部分是全部要保留的地方 那这个呢 是最后保留的地方 福海宫的土地是黑色的部分 最后保留只剩下红色的部分 来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最重要 违法的部分在这里 这是2013年9月27号桃源县政府的公告 公告什么 公告福海宫的非碾教过金火仪式 指定登陆为无形文化资产 我们来看一下文化部 它的登陆内容 到过火场是非常重要的 而这指定的无形文化资产当中 数十顶神教在庙前展开的点教 碾教禁忌旋转仪式 主神神教浮轮等等 都是无形文化资产的内涵 然后过火更是无形文化资产当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结果呢 当这个民俗仪式被指定为 无形文化资产的时候 你们的桃源航空城计划 把这个无形文化资产 所必须附着的空间跟环境 全部拆解掉了 桃源县政府所通过的无形文化资产 被吴智阳在两个礼拜之内 把它出卖的时候 无形文化资产飘飘渺渺 变成全台湾的唯一的一个 流浪无形文化资产 它所必须附着的空间 全部要被征收作为桃源航空城 有没有违法 违反文化资产保护法 你要办全区听证 你自己去办 我办我的你办你的 到时候桃源市政府 它可以这样办 办出来的结果就是 重新改变都市计划 你们已经审定未核定的都市计划 桃源市政府会送新的进来 公然违法 然后你拒绝全区听证 要包庇这个违法 你除非说你逼郑文燦 他的文化局去解编 那个无形文化资产 否则那个无形文化资产 无所附着的时候 形同被一个都市计划 所解编 你还敢说不让他们参加听证吗 明显违法 你还要拒绝于听证之外吗 要不要全区听证 因为他是在你特农区听证之外 你要全区听证这个案子才会进来 你听证的范围没有把他听证进来 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 所以你还是很坚持就对了 我刚刚讲这样已经很清楚了 没有不清楚 所以我一直问 你让我更清楚一点 来 你要不要浪入全区听证 把这种已经有明显违法的市政在的时候 你要不要改变你听证的范围 谢谢委员 什么谢谢我 我问你会不会啦 你不必谢谢我啦 会不会 会去找桃园市研究 就是我们今天通过的决议 我们一定会找桃园市大家一起来研究